香春拌豆腐怎么做才好吃 很多人没有掌握其中的小窍门 接下来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买回来的水豆腐切成小丁 豆腐丁不要切的才大 大家好,我是谢爱萌 把切好的豆腐放入一个大碗中备用 清洗干净的香春一把 锅中的水烧开以后 下入香春进行飞水 因为生的香春是不可以吃的 一定要把香春煮熟 香春飞水20秒钟捞出 飞过水的香春顶刀切碎 香春切得越碎越好 切好的香春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的一步要给豆腐飞水 锅中加入少许的毛毛盐 盐能增加豆腐的底味 而且还能增加豆腐的韧性 把豆腐煮至30秒钟捞出 豆腐捞出以后立即放入冷水中过凉 过凉以后的豆腐捞入一个大碗中 切好的香春和豆腐放在一起 下入少许的毛毛盐增加底味 放入少许的芝麻香油 做香春拌豆腐 只需要放香油和盐 别的调味料不要放 拌好的香春豆腐装入盘中 一道非常美味的香春拌豆腐就做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